多种乳癌手术为您说分明 三分钟医学堂 让你更健康 我是张基乳房中心 赖洪文医师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乳癌传统跟新型态的 微创手术 那在门诊常常的患者跟我讲说 我怎么去选择乳房的一些手术 那我们先要考量说 这个健保有没有给付 我需不需要自费 以及说手术的时间长短 伤口大小 以及初血的状况 以及术后的外观 以及术后的照顾 这些问题我们会今天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一般来讲我们手术 分成传统的乳癌全结束手术 以及目前比较新的一些微创手术 分成内饰镜乳房切尾手术 及达文西乳癌微创手术 那传统乳癌手术 大概需要10公分的一个伤口 其实是保留 手术也到6到8公分的伤口 那些乳癌病人常看到之后 会觉得术后的疤痕 让他们造成心理上的阴影 那目前来讲 乳房全结束 合并一阶段重建 可以大幅改善患者的外观 但是传统的手术 还是在乳房留下8到10公分的伤口 造成病人事实上会觉得说 满意度来讲 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增加 会常常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这个伤口能够更小 那目前我们讲一些乳癌微创手术 包含像新的内四镜手术 以及达文西乳癌微重手术 它的优点就是可以把这伤口 进一步缩小 而且隐藏在比较看不到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两个手术 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内四镜手术 它的优点是说 术后伤口小 以及术后的疼痛可以减少 病人恢复快 那达文西乳房手术 是目前的一个乳癌手术的极致 它有点是说 它是3D的立体影像辅助 灵活稳定的机器手背 可以让手术的伤口变得比较小 而且减少出血量 那病人术后疼痛也可以有效减少 那内四镜跟达文西乳房手术 目前比较适用的一些患者 包含说 比较早期乳癌 在三期以内 肿头小于5公分的一个大小 或者说担心在术后伤口 留下明显疤痕的患者 或是说男性女乳症的患者 他希望可以改善乳房的外观 这个都是我们适合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目前做这些微创手术 可以同时合并做一阶段的重建 植入矽胶 或是皮半手术 来达到乳房重建的外观 那术后的一些复发 以及后续一个长期的追踪 并无跟传染手术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安晴身上是可以接受的 那目前它的内四镜跟达文西手术的限制 跟风险来讲 它们比较适合在5公分以下的肿瘤 没有明显乳头乳硬侵犯的一个患者 那大概5公分以上的肿瘤的话 会建议先做化疗 缩小肿瘤之后再行手术 那他们来讲 手术来讲 时间上还是比传染手术来讲 稍微长一点 那内四镜来讲的耗材 部分需要自费 如果说进行乳房重建 需负担重建的一个费用 那手术难度相对比较高 需要有经验的医师来进行 那达文西手术它的特点是说 它在胸臂侧边 留下一个大概3到4公分的一个小伤口 它会保留大部分正常的皮肤 及乳头乳韵 减少手术中出血的量 那它来讲的话 手术时间还是跟传染手术比较来讲 所以略为正常的情况 那肩膀目前并无给付 需要较多的一个自费 那手术难度比较高 是需要比较经验的医师来执行 那我们用这个图表 来跟大家介绍 这三种手术的一个差异 首先第一个以伤口比较来讲 传染手术它的伤口比较长 大概8到10公分 那内四镜来讲 在腋下留下一个 4公分到5公分左右的伤口 那达文西手术是最小的一个伤口 在侧边留下3到4公分的一个伤口 那以健保以及自费来讲的话 目前传染手术在重建的部分 是需要自费 那内四镜手术部分来讲 除了重重手术的重建之外 内四镜的部分需要额外负担费用 那达文西手术就包含达文西 以及重建的费用 那以伤口大小跟整个巴寒来讲 目前的传染手术还是比较明显 那它的优点是说 它是一个入门款 负担比较低的一个手术 那内四镜手术来讲 它的伤口已经明显缩小 而且隐藏性已经比较佳 它CP值跟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形 那达文西手术我们可以说 它是目前一个乳癌手术的极致 它可以伤口做得最小 而且隐藏性最佳 它可以说是一个乳癌手术极致的一个代表 那以上很高兴能够在大家 跟大家介绍有关乳癌的新手术的介绍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欢迎来门诊找我 如果说你对一些乳癌的一些相关资讯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的网站说明哦 三分钟医学堂 让你更健康 我是张基乳房中心赖宏医师 我们大家下次见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